一個新專輯的歌 這可能跟我們當地也有關係 因為我新的專輯是寫跟石化葉 跟空氣污染有關 那其實現在屬於台中市 那我們台中有一個全世界最大的 那個火力發電廠 然後然後呢 你們這邊空氣好嗎? 不好嗎? 好嗎?真的嗎? 你們到了應該到了秋冬 秋冬季的時候這邊也是好的嗎? 你們有應該如果有機會 你們下載那個台灣埋害 那個陰霾的埋害 還有那個環境什麼環境 那有一個另外一個是 應該是中央氣象局的 應該環境什麼一個APP 然後呢 你可以隨時監測你家鄉的附近的空氣 像大概全台灣 那個中南部的空氣普遍都不好 你們覺得埔里空氣好嗎? 好嗎? 好對不對? 可是不對 埔里是全台灣 空氣最不好的地區之一 是真的 所以如果你到秋冬季的時候 你開車走國道應該是四號嘛 對不對? 往埔里方向走 有的時候都 你看不到前面的山 那個不是霧尾 可能是埋 因為我很常有機會 到台中附近的小學做小孩的講座 秋冬季的時候我進到台中 大概差不多都是空氣非常不好的時候 所以才會說 如果PM2.5的數值已經止爆的時候 要請台中火力發電廠要降載嗎? 有沒有這個事情? 你們有聽說這個新聞對不對? 好 台灣還有一個很大的污染的排放源 是台塑的六青在雲林的麥寮 然後我要唱的這首歌是跟台塑六青有關 台塑六青呢 它旁邊呢 有是佐水溪的出海口 佐水溪的出海口的北岸是 彰化縣大城鄉的台西村 南岸是雲林縣的台西鄉 這首歌是彰化縣大城鄉台西村的故事 當地台西村大概四百個人口 大概住屋離癌的人數大概差不多是 大概差不多接近十分之一 它所以基本上就稱之為癌症村了 那這首歌是在寫當地南風起來的時候 剛好台塑六青的那個398根煙囪館就往台西村吹 然後常常都是在半夜的時候 居民的表達都是半夜的時候 然後就是空氣很臭 然後都被嗆醒 這首歌的南風這首歌的故事呢 是在用一個主人呢 帶著一把鑰匙 他家鄉的鑰匙 他一直沒有回去開他家鄉的那個鎖 那這個鑰匙就一直哭求主人說 帶我回去開那把鎖好不好 結果他回到他的家鄉的時候 找不到那把鎖頭 然後呢最後問到了一個人 是他們家鄉的一個鎖匠 他已經變成是工業區的那個保全管理員 他已經不開鎖了 他說或許你到莊尾的納古塔 或許可以找到你的鎖頭 這是一個很悲傷的故事 然後也是真實發生在台灣的故事 南風 中文字幕提供 随时变满过 人类 终于潜伏 恢复 一诵听歌母 一诵听歌母 一诵 生出 天气 你 真是不做態度 早早 數天不上路 Zither Harp 南風 你已經過了 海水 我已經海水 南風 南風 你 King Kong King Kong 我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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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兄弟 我愛世 好久 珍重 光明眼 一字 都能不敢 你去試看看 你去試看看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南方 南方 你均勾均勾勾 不好意思 我真不好意思 南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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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